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跳得好可能对你有帮助 跳不好那你遗憾终身 那么我记得有一天 有一个大公司的 国营大公司的人力资源的一个经理找到我 他说李老师 你看我现在写了一本书 这本书的书名叫什么呢 叫《如何找份好工作》 他当年大学毕业 研究生毕业 就去找了一个工作 这个工作什么呢 是我们的政府部门 下属的一个叫事业单位 从事这个政府的这个管理的服务工作 他在这个工作的时候呢 很好 首先呢 当时面试他的是一个女处长 这个女处长呢 对年轻人呢 很爱戴 很关心 他去了以后呢 就给他一个很好的 一个前景的这样的一个描述 小伙子你好好干 以后我这个位置啊 就是您的 哎呀 他但是很高兴 就在那儿兢兢业业 认认真的地工作 人算不如天算 没多长时间 因为这位女处长年纪比较大 就掉走了 就换来了一个比他年轻的男处长 这个男处长来了以后呢 年龄了比现在这个人大不了几岁 那么一看呢 估计以后要接这个处长呢 这个得有年头 那更主要的一个问题是什么 他们俩在意见上 看问题的 像一些处理问题的方式方法上 有很多方面不一致 彼此又发生了一些矛盾和冲突 意见不太一致 那么一看这个情况呢 不行了 那么他就打定了主意 说那这样吧 我就离开这个岗位 我自己另谋高就 他就开始在这个市场上去寻找 更适合自己的位置 由于在这个机关 在这个事业单位工作时间长了以后 这个机关工作 它相对来讲 可能比较轻松一点 它的竞争性的压力不是那么大 所以他就觉得自己很年轻 应该找一个更具有挑战性 更有竞争力的工作 当然 薪水更高一点的工作 这样他就找到了一个大的国营公司 也就是他现在工作的这个公司 就去了 去到这个公司 这个总经理一面是 小伙子不错 研究生具学历 在政府的这个部门工作过 有很好的这个工作经验 这样就把他安排在了人力资源部 负责这个员工的教育 培训和管理工作 他那儿做得很好 不仅把这个日常的这些管理工作很快学好了 而且怎么样呢 他开始研究问题 研究这个员工的职业规划 研究我们怎么样来招聘更好的员工加入我们这个队伍 因此他就把自己的体会和工作的经验结合起来 就写了这么一本书 如何找份好工作 那么通过看这本书 我知道他这个经历 没有多长时间 这本书就出了 出完这本书以后 他就说 李老师 我现在想来拜访你一下 因为你对我这本书 听了一些非常好的修改意见 我把这个书送来给你 他又一次来到我的办公室 来了以后 他跟我说了一件事 他说李老师 这可能是我就人力资源的工作 谈员工的发展 这块跟你是最后的一次交流 我说为什么 你年轻轻 你不会离开这个世界吗 他说不是 李老师 我得到外地去工作了 而且我又改行了 这是为什么改行呢 他说现在是这样 公司根据工作需要 现在要把我调到外地的一个分公司 去做营销工作 我说哪里自己愿意去吗 他说我不想去 我喜欢人力资源工作 过得挺好 但是怎么 因为公司现在的效益不好 需要开拓更多的营销的地点 那么外地的市场需要去占领 所以就需要把这个机关的人就抽到下面去 他说我呢 他说你工作的时间不是很长 资格又不是很老 也很年轻 经理跟我说是培养我 但实际上就是工作 要让我到第一线去吃苦 所以把我派到那去 我呢 跟你最后这么一支谈话 就将离开北京到外地去工作了 后来我跟他做了一些交流 我欠他 我说年轻人如果能够到基层 从第一线开始做起 我说其实前途还会更好 我说我注意到很多人都是通过从基层一步一步的上来 今后才能做得更踏实 更稳当 我说你就好好去工作吧 最后呢 他怀着一种矛盾的心情 离开了北京到外地去工作了 那么通过这个案例呢 我想我得出了这么两条结论 第一 就是说在职场上转变这个工作岗位 我妹叫的跳槽是每天都在发生 每天都有人在跳槽 但这个跳槽是怎么样呢 有两种 一种是什么 自己主动的想跳槽 去谋求更大的发生 一种怎么样 自己并不想 但是被迫的跳槽 刚好我就讲的这个主任公了 他正好两个都经受了 前面是自己主动的一个选择 想谋求更大的发展 第二个是被迫的 去转岗 去转岗 那么记忆这种情况呢 我想天天都在发生 我们每个人就要知道 你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去转岗 我们知道 跳槽通常是为了使自己的事业 能得到更好的发展 那么 下面讲到的这个小伙子 事业上正一番风顺 为什么却提出辞职 想跳槽了呢 那么由这个呢 我也想到另外一个案例 就是说每一个人在转岗的时候 他要付出的一种成本 任何事情都要由这个成本价 你要付出这个基本的成本 说有一个公司的一个部门的经理 工作做得非常好 他是在一个网络公司 工作做得非常好 部门的经理 通过他的努力 他这个部门的业绩很好 最后给公司带来了非常好的效益 那么小伙子是才华横溢 然后这个为人处事 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大家都觉得小伙子很棒 很有潜力 结果但是干了很长时间以后 效益上去了 这个团队也带得非常好 可是这个总经理呢 就迟迟没有对他有任何表示 比如说他那一年 他这个部门的效益放了一方 那么这个总公司的效益 也上升了三分之一 那么当中他的贡献度是很大的 但是公司没有奖励他 奖金 没有给他加薪 也没有给他提值的问题 小伙子就发现 这个领导可能是有点保守 这个领导在用人才方面 就是还不是很大胆的用人 最后就产生了一个离开这个公司的念头 经过跟自己的妻子回家商量 跟他同事商量 最后他就写了一个辞职信 就交给了这个总经理 这个总经理一上班一看 今天不妙收到了一份求职信 辞职信 辞职这个人什么 他说是他的骨干 是他的左右手 大将 暗暗将 一看这个情况那不行 一个企业要发展 一个公司要发展 就指着骨干 不行 就把他叫来 就跟他说 你说 你要辞职是为什么 他说老总 我觉得第一 我干的这个活 我觉得应该有更高的待遇 但是你迟迟没有给我任何的奖励 我觉得我不平衡 这个人很直率 因为为人非常正直 他说第二 我在这儿干 我今后还有没有发展 你从来没有找过 谈过一次话 你没过任何的暗示 这个年轻人 他说我都要谋求发展 职员不回的 就把薪酬的问题和体制的问题给总经理讲 其实总经理是个有心人 这是他有点深残不露 他这么一谈 好啊年轻人 我现在就答应你 你的工资下个月给你加 你的职务 马上给你提 哎呀小猴子得到了这样的一个肯定以后 走不走 不走了 我们共同来奋斗 好好干 这个公司很有前途 还指着你呢 那么他的工作职位变了 管了更大的工作 做了副总了 从部门经理下提到副总了 这些事情就传开了 某某某部门的经理 你看 尤一要辞职 要离开公司 你看 这个总经理为了挽留他 第一加薪 第二提职 全解决了 这个事就传到一个 另一个部门的经理的耳朵里 这个有点意思 看到我们领导是保守 这个领导是属于那种 你不敲他一下 他就不给你解决 所以他这个方式解决了 我怎么样 我也得去谈这个事 然后回家去 也是一样的 跟家人商量好了 写了一份辞职信 交到总经理的帮助时 这个总经理上班一看 怎么回事 又来一个辞职信了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门 怎么写辞职信 总经理看完以后 心里暗暗一袭 叫他来 这经理来以后说 什么意思 说总经理你看 我在这里干了好多年了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没有苦劳也有疲劳 你看某某部门的现在 你也加薪了 也提值了 你说我这个东西 你不给我加薪 也不给我提值 我这个今后再干下去 我也不行了 所以我想要求辞职 总经理就跟他说 你是不是决定要走了 是啊 他说你如果不给我解决 我要走 那这样吧 你呢 就回去以后 明天呢 给我交一份 确认的 这个余交的手续 就是出了这个辞职版 你把余交那些东西的手续 包到我这儿来 我亲自来看 我呢 煮你虔诚四九 最后要说一句话 谢谢你 同意他辞职 这个时候叫什么 自己打碎了牙子吗 往肚里咽 有苦没法说 其实这个原因 总经理呢 早就想炒这个人 但是呢 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 正好了 你今天送上门了 我正好借这个机会 顺水推动 把它给辞了 好 那么后果就可想而知了 它属于那种东师笑评 是吧 没笑好 所以最后呢 落得这么一个下场 那么通过这个案例 我们想说明什么问题 成本 任何一个在职场上 去转行 去跳槽 要付出成本 所以如果你碰到了 在职场里面 觉得没有发展 觉得自己很困惑 没有出路 那唯一的办法 你得自己认识 研究自己的情况 得研究那个岗位 同时你要研究这个市场 只有当你自己 把这些事情掌握准了 你该转还是不该转 你就可以做出一个理性的决定 而是怎么样 不是看着别人跳槽 我就跳槽 那么现在当然社会上 有一种跟风了 别人跟风了 就是很多人一看 跳槽 我就跳 据专家的调查 发现现在大学生 到工作单位工作一段时间以后 大概三年以后 跳槽的比例达到50% 这样给企业带来很高的成本 刚刚工作熟悉了 就跳槽 所以现在企业就提出一条 就希望员工能够尽量的稳定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讲 这个跳槽 你要考虑好是有成本的 以上事例提醒我们 选择职业要因人而异 不要盲目地效仿他人 李嘉华教授 为我们讲出了古代的韩戏 求职屡受挫折 最后为刘邦所用 成就西汉大义的故事 这个故事带给我们哪些启示呢 那么我们如何更好地把握好自己跳槽 那么我想在职场上 一个最老的故事 我们会谈到古代的韩信 韩信那个时代也就开始跳槽了 韩信此人在古代大家都知道 韩信是一个名将 他是俗读兵书 懂得很多的军事的知识 非常强 但是韩信保读军书 保读师书以后就起求职 他求的第一个是谁呢 大家都知道的 项羽 项羽这个人是什么 人才 文武算全 很厉害 无意高超 那么他见到韩信以后 那个时候项羽的名气很大 韩信就在偷奔他 找工作他去求职 项羽就跟他一聊 就发现这个人太书呆子 懂东西很多 后来就让他拿兵器笔划一下 项羽就顺手一拽兵器 他是个武将 项羽立过千金一拽 这个韩信就几乎就摔倒 你看 文弱的殊胜尼迹 这种武将不行 看来文武算全不行 做不到 结果完了 他又跟韩信又聊 怎么治理军队 怎么打天下 听完了后他就发现了什么 韩信就在谈话当中 批评了夏宇那些说法 这说法就批评了夏宇那些说法 夏宇听得很不高兴 天是王岛 我是王岗 天下就是我数我现在最强 你还说我都不是 这样就很看不起韩信 就把他怎么样 不重用 就让他做一个在里面 抄抄写写的工作 所以韩信就淤淤的不得致 在这种背景下就有一天韩信就碰到了一个人叫陈平 这个人是效忠刘邦的 他就听韩信就抱怨 说你看我现在跟着项羽也不重用我 就抄抄写写 我满腔的热情满腔的报复得不到实现 很苦恼 陈平说你这个有凶才大略 你确实是个人才 确实很委屈 像这样吧 我想办法给你引荐 通过陈平他就去找刘邦 刘邦这么一说韩信是个什么人 现在得不到重用 刘邦一听非常高兴 说这个人把我给他挖过来 所以这样的话 就通过陈平就把韩信挖过来了 那么韩信跟项羽去辞职的时候 项羽说行李愿走就走 后面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 为什么最后刘邦能够打败夏宇 韩信是利了最大的功劳 所以韩信最后是在历史上一个非常有名的人 所以那个时候他就辞职了 就有跳槽 但是那个跳槽韩信有两条 第一 他是先分析了自己的情况 在夏宇这儿得不到重用 另外他已经知道刘邦这个人是有凶才大略 而且重用什么能忍 最后他有很重要的方法 借助这个陈平的力量 去介绍自己的情况 所以他整个跳槽是跳的什么 有计划的有目的的 所以跳得非常的成功 由此可见 古代韩信的跳槽成功 是由于他的才干 他的审时夺势 和遇到了会识人用人的刘邦 那么在当今社会 人们要从跳槽和更换工作中 总结哪些经验呢 我想还要提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在职场上 如果想要跳槽 想要变动的话 有三条基本的忠告 或者叫原则 首先第一 任何一个跳槽的人 一定要坚训一条 叫什么 叫遵守职业道德 我不以害人之心 删人之心去跳槽 做到什么 做到友好的离职 或者友好的转岗 友好的跳槽 什么意思 我一定把我的工作做得 规规矩矩的到位 不影响这个工作的效应 让我在友好的离职 不要弄得怎么样 两个撕破了面子 大家知道 所有的公司的经理 或者人力资源的经理 他都会接待一个 如果是跳槽过来的人 他都会问一问 原来那个单位 或者问一问你 你是什么原因跳槽的 那么因此 如果你跟原来那个跳槽的单位 关系弄得非常的紧张 你伤害了别人 那别人也不会对你说 好啊 这样对你在新的工作 发展是不利的 所以我们叫做什么呢 叫做我讲究职业道德 那么我跳槽的时候 友好的离开 我想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 我们要做到忠于职业 而不是忠于那个单位 当这个岗位 对我不适合的时候 我仍然要坚持一个忠于我的这个职业的发展 事业的发展 但是我不一定要忠于那个老板和忠于那个公司 为了我忠于我的职业的发展 那我可以换一个更适合的老板和岗位 我认为这条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第三一条呢 就是一定要注意在跳槽和转感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保持生活的稳定和秩序 不要影响你的生活的质量 因为很多人因为没有这个很好的理性的这样一个跳槽 一时冲动 不行 我就跳槽 我就走人 结果最后怎么样 弄得自己生活的非常的困难 所以我们应该学会要跳槽的话 认真对待 履性选择 把自己的这个路走好 那么跳槽有风险 但是跳槽也可能带来一个人的事业的新的发展 所以有一个人下岗以后面临着生活的困难 街上还买了一幅风景画他特别喜欢 摇摇扬把最后拿的那个钱买了一幅风景画来调整的心情 他把这幅画拿到家以后怎么样 一看画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那个画框又是旧画 那个旧货市场买的 就不喜欢那个框 结果他就买了一个框 就来换那个画框 他一换画框的时候发现什么呢 这幅画的后面还有一幅画 非常好 比那幅画更好 结果他拿去请人一见你 就专家说 这可是一幅名画 所以他意外的拿到那幅名画 这个故事可能有一个哲理 可能当我们把一幅旧画拿掉的时候 也许我们会得到一幅新的更好的画 所以我们可能理性的科学的去转感 我们也许会开头一条人生的新的路 但是我们需要记住一句话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走的合理 走的踏实 也走的潇洒 这一期就到这 我们下期再见 李嘉华教授的讲述 让我们了解到 面对职场 要学会主动合理的跳槽 那样会帮助人们 实现更好的人生发展 那么该如何把握机会 积极创业 为自己创造一个新的岗位 实现人生的理想呢 请收看下集 走出创业之路